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康普溫效應中 露色光的波長是藍打 那麼露色光它的動量就是HNA除以藍打 然後撞進來,撞到那個靜子中的這個電子 結果這個光的話被散射出去 被散射出去的角度跟雲乃露色光的角度剛好是加60度 這個時候電子也被散射出去 結果電子被散射出去的方向跟光波被散射的方向 剛好是加90度 剛好垂直 就是說這個散射光子的方向 雲乃露色方向加60度 而與撞後電子它的行進方向是垂直的 那麼他現在問說 被撞後的這個電子 它的物質波波長多少 那我們現在用那個動量手容 動量手容的話就是一開始 那個系統總動量就只有光子的動量 碰完以後 碰完以後 這個光子的動量變成這個 這是電子的動量 這兩個加起來呢 等於P 這指甲 說這角的PE 上是等於那個原來光子的這個動量 乘以360度 那原來光子的動量就是H除以蘭塔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2分之根號3 那這個電子的動量 就等於H除以電子的物質波波長 好那這樣我就可以得到H可以消掉 蘭塔1就等於多少呢 更號3分之2蘭塔 好啊這個就是答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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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